第601集 续命对戒 看着手中的这对戒指 我在心中叹了口气 我对小王说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续命对戒 是一件能够给人续命的戒指 只不过使用它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小王迫不及待地问着 什么代价 我盯着小王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你的命 我本以为小王的眼睛里会出现情绪波动 或许是惊悚 或许是害怕 但这些都没有出现 小王的情绪始终平静 没关系 我能接受 我愣了一下 问他 你愿意 小王无所谓地说着 反正我一定会死 如果把命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为什么我不愿意呢 他看了一眼我身旁的林小璐 问我 你们也很恩爱吧 如果我和小芬的遭遇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愿不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呢 这个问题我和林小璐之间早就有了答案 此刻我已经理解小王的心情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枚戒指 这两枚戒指倒是没有很出名的历史典故 根据阴商笔记中的记载 训命戒指来自于一个邪恶的阴人 这名阴人跟我曾经从小山村碰到的 患头村长一样 希望自己能够永生不死 可他没有无面刀 不能掠夺他人的身体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懂得炼金的术士 加上自己修行的写法 炼着了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这两枚戒指一阴一阳 戴上阴界的人 生命力会在短短几日的时间里被抽走 而戴上阳界的人 则会吸收戴上阴界之人的生命力 从而延年益寿 等阴行江湖上的人发现此事时 那名邪恶阴人已经掠夺了上百条无辜的性命 他自己也活了三百岁了 这名阴人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 或许是江湖上有正义知识 看不惯他草菅人命仗义出手 或许是天道不可为 降下神罚 总之阴人死后 续命对戒变成了阴雾 落到了第十六代阴伤手中 保留至今 我把第一枚戒指交给了小王 这是阴界 有你戴 说完 我又把另一枚戒指给了他 这是阳界 给你女朋友 小王两只手死死地攥着戒指 仿佛握住了希望 他深吸一口气 寻问着 戴上之后 我还剩多少时间呢 三到五天 明白了 老板 这戒指多少钱呢 我现在付给您 我给小王报了一个并不算太高的价格 随后补充着 这阴雾歹多 不能遗留在外 在你死后 你的女朋友需要把他送回茶馆 言下之意 续命对戒是茶馆租给他的 并非中卖 小王答应了下来 嗯 我会让小分送回来的 付了钱 再三感谢之后 小王离开了 他走后 我问林小璐 他是真情实义的吗 林小璐有看穿他人善恶的本领 是绊腰血脉自带的天赋 林小璐嗡了一声 感叹道 是个痴情人 就是命太苦了点 说完之后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问我这个干嘛 那戒指上 你不是做了手脚吗 我惊讶地问 你 你看出来了 林小璐白了我一眼 哼 虽然我不是阴商传人 但我爹和老公都是 耳濡目然也懂了六七分 这点小手段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 林小璐一声老公叫得我心花怒放 我故意逗他 你刚刚叫什么 再叫一声听听 林小璐傲娇地哼了一声 跑开了 林小璐说得没错 我的确在续命对界上动了手脚 为了防止小王拿他为非作歹 我以诚皇的力量拿走了他一点魂魄的气息 附加在阴界上 如此阴界只能对他起笑 如果他想用续命戒指掠夺他人寿命 是做不到的 入行至今 我已经充分明白了一个道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三天后 茶馆有新的客人上门了 我立即热情地迎了上去 你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话没说完 戛然而止 因为我看到女孩 无名纸上戴着的戒指 是续命戒指中的杨戒 这个女孩的身份 呼之欲出 是小王的女朋友 小芬 小芬有些窃窃地问道 请问 张老板在吗 我就是 请坐吧 小芬入座后 林小璐给他端了一杯茶 不是茶馆常用的日照绿 而是一杯奶茶 我疑惑地问 这 这茶哪来的 我可不记得 茶馆里有做奶茶的材料啊 林小璐摇了摇手中的 素绒奶茶 用力地作了一口 超市买的 说完 他看向小芬 问道 不嫌弃吧 小芬急忙摇头 只要是奶茶 我都爱喝 林小璐嘻嘻一笑 仿佛碰到了知音 我原本以为小芬是来送戒指的 可我能感觉到 他手指上的杨戒 还在源源不断 接受着生命力 说明小王还没有死去 我问小芬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小芬砍求道 张老板 我男朋友他 他快要死了 虽然我心中早有准备 但听着小芬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悲伤 小芬一边抹泪一边说着 这几天 我男朋友他脸色非常的差 我以为他是照顾生病的我累的 可就在昨天晚上 他忽然就晕倒了 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教授 说他已经快不行了 小芬抬起手 让我看手上的戒指 他问我 三年前 他忽然拿出这枚戒指 说我们相恋了那么久 还从来没有买过情侣对戒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 当时我还吐槽他审美不好 挑的戒指这么臭 他自从戴上了这枚戒指 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 他昏倒后 我就在他的口袋里 发现了他写给我的遗书 上面说等他死了 让我把这对戒指 还给这家茶馆的张老板 老板 你实话告诉我 这戒指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六百零二集 狼入羊圈 面对小芬的质问 我没有选择隐瞒 他有知情权 我把小王来我这里买戒指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听完之后 小芬用力地捂住嘴巴 可依旧遮不住自己痛哭的声音 他哀嚎着 小芬离开了 离开前 他问我能不能把小王的生命还回去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 不能 续命戒指一旦戴上 就无法逆转了 又过了一周 小芬再次来到了茶馆 把续命戒指还给了我 他说小王的葬礼已经办完了 接下来 他要独自一人去医院进行手术了 医生在最近的检查中 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好转 可以尝试手术治疗 医生说 这是万中无一的奇迹 但小芬自己知道 活命的机会 是小王用自己生命换来的 我在小芬的眼睛中 看不到任何喜悦 她的眼睛死气沉沉的 我忽然想到了我在丰都东界 第一次见到林小露时 她的眼神和小芬一模一样 哀莫大于心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芬 只能道一句节哀顺变 小芬走后 林小露走过来抱住了我 她眼中含泪地对我说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是说如果 我不许你再丢下我一个人 我宁愿和你一起去死 也不愿再经历生离死别 答应我 我用力抱紧怀中的林小露 用力地说着 好 续命戒指的事情结束了 但我和林小露并没有倾线下来 小芬把戒指送回来的当天 卢心怀赶回了安德 他一进茶馆就递给我厚厚的一摞资料 我问他 这 这什么 吉沙堂的动向 我急忙拆开资料袋 快速地阅读里面的文件 可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关于吉沙堂的内容 资料上记录的 是一家地下赌场的详细资料 卢哥 你没拿错资料吧 卢心怡解释着 没有拿错 之前你不是猜测 吉沙堂利用了尸体 召唤了异鬼吗 我们顺着这个线索进行调查 然后就查到了这家天海楼 听卢心怡这么一说 我继续观看资料 林小露也凑了上来 这家地下赌场 就在安德 没错 我皱起了眉头 吉沙堂明明知道我就在安德 却还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搞事情 难道是故意挑衅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或许安德这座城市藏着什么秘密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留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 有了吉沙堂的线索 就要好好调查 卢哥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卢心一解释着 两天前我们十三局派了一个人 伪装成赌客进入天海楼进行调查 结果 人没回来 看到卢心一带着悲伤的表情 我便知道 这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是要我帮忙去调查吗 卢心一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已经大草惊蛇了 这个时候如果再调人 有些来不及了 只能就近找高手去调查 我第一个想到你 我笑着答应下来 没问题 订好火锅 等我查完了一起吃 卢心一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在海底捞等你 林小璐一脸兴奋地说 我也要去 讲这么大 我还没去过赌场呢 林小璐要去 我自然不会拦着 虽然去的地方很凶险 但以林小璐的身手来说 这不叫深入险地 而是狼入羊圈 卢心一建议着 你们两个在急煞堂 那可是刮上号的 不能大油大白地进去的 得一融一下 一融的阴雾 茶馆里有无面刀 可无面刀得找专业的 整容医生才行 时间上不敢烫 卢心一继续说 你们跟我来一趟吧 卢心一带着我们 来到十三局 在安德设立的秘密办公室 然后让人 拿来了两张面具 这可不是普通的面具 而是非常柔软的人皮面具 我好奇地问 这是哪个银行门派的一融术 卢心一笑着回答着 这可不是什么江湖秘法 而是我们从电影特效公司定制的 人皮面具往脸上一戴 我和林小璐立马就变了模样 再换身衣服 怎么说呢 这站在镜子前 我都快要认不出我自己了 此时的我 像极了爆发护家的傻儿子 而林小璐则摇身一变 从青春女孩变成了性感女郎 卢心一感叹着 我都认不出你们来了 他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有人送来了一个皮箱 箱子打开 里面是红彤彤的钞票 这里是一百万现金 今天晚上随便玩 输光了也没关系 反正这家赌场就快被取缔了 我现在的身价 远远不止一百万 可一百万现金 却是第一次见 我还特别掂量了一下 沉甸甸的 算上箱子 这差不多有二十五斤重呢 卢心一继续说 鉴于你们的实力 只要黎先生和陈先生不在 就没有人能够伤到你们 所以我给你们定制了两套侦查策略 第一套 先是进去随便玩 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第二套 就是不停地迎钱 引起对方的注意 四季接近赌场的核心人员 沉入调查 他笑了一下 问了我一个问题 至于如何赢钱嘛 应该难不倒你吧 当然难不倒 我能不会赌钱 但茶馆里能有让人 百赌百胜的阴雾 直到要去赌场 我早早地待在了身上 出发吧 从现在开始 你叫张来财 天海楼门口呢 有接应力的人 他会带你进赌场的 好 我们这就出发 按照爆发户的人设 我应该开着豪车 赶到天海楼 然后潇洒地把车钥匙扔给服务生 可惜 我这不会开车 林小璐也不会 还是卢新一给想了一个办法 找了辆劳斯莱斯 还专门地配了个司机 倒也符合爆发户的形象 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天海楼 在下车前 林小璐把我塞在裤子里的白衬衫给拉了出来 他笑着说 这才符合你的人设 我下车低头看了一眼 西装外套下 露着褶皱的白衬衣 怕是谁见了都要偷笑一下吧 行吧 反正我展现给别人的 也不是自己的脸 不怕丢人 一下车 我就看到了天海楼的大牌子 从表面上来看 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酒店 其实我心中有疑惑 现在是法治社会 华夏除了豪江外 其余地区赌博皆是违法 竟然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在酒店里架设赌场 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 既然让十三局给盯上了 那这家天海楼很快就要被取缔了 我和林小璐刚从车上下来 一名银宾服务生立即走了上来 两位是来住店的吗 他话音刚落 一个穿着牛仔马甲的男人跑了过来 喂 这是我的客人 服务生似乎是认识这个人 立马就失趣的退开了 穿着牛仔的男人低声问 在进入天海楼的过程中 牛仔男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 他代号老田 表面上是给天海楼带赌客的中介 实际上与十三局早有合作 我好奇地问他 如果天海楼被取缔 你的生意岂不是要受影响 老田笑着解释 要是在二十年前 天海楼的生意或许还能红火 现在吧 但凡有一个举报 他就彻底玩完了 与其赚这个黑心钱 我还不如拿十三局的奖励呢 从老田的话中不难判断 十三局的奖励还是很丰厚的 毕竟有句老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进入天海楼后 老田竟只领着我们上了电梯 电梯里没有别人 老田向我们介绍着 这座大楼啊 总共二十二层 只有二十一层是赌场 我看了一眼老田案的楼层 却是第二十层 老田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伸手在二十一层按了一下 按钮并未亮起 天海楼害怕被查 只招待熟客和我们这些中介带来的新客 所以审查特别的严格 说话间 电梯已经停在了二十楼了 跟我来 老田带着我和林小璐 走到了消防电梯 爬上了第二十一层 刚走出楼梯间 我们三个人就被拦了下来 这人穿着酒店服务生的服饰 却遮不住他魁梧的身材 再看他凶人恶煞的面相 也能猜到这不是真的服务生 老田故作平静地说 这是张来财公子 我给楼里带来的新客 服务生点了点头 视线从我的脸转移到我带的手提箱 老田立即对我说 张公子 楼里的规矩是进场前要先验资 请量一下已带的钱吧 为了符合我的人设 我故意骂骂咧咧地说 这赌个钱真是麻烦死了 我把手提箱打开 把一百万的红彤彤的钞票 晾了出来 赶紧验 我等着赢钱呢 林小璐挽上了我的胳膊 娇笑着 老板 急什么呀 今晚你肯定能赢 服务生从箱子里拿出了一轮 辨别真假后又还给了我 他让开了位置 请 老田赶紧带着我们往前走 在打开一扇厚重的木门后 我终于是见到了这家隐藏在酒店的赌场 这赌场很大 毕竟站了大楼整整一层 一眼望去 整个楼层有十几个台子 几乎每个台子都有人在玩 老田带着我走到前台 对在前台站着的漂亮服务生说着 给张公子换筹码 我把钱箱递给对方 很快就拿到了三十个金色的筹码 六十个红色的筹码和一百个蓝色的筹码 这一个金色的筹码代表十万元 一个红色的筹码代表一万元 而蓝色的筹码则代表一千元 之所以没有更小的筹码 是因为在天海楼下注 最低都是一千元的 换了筹码后 老田悄悄对我说着 张公子 我该走了 你自己小心点 毕竟昨天已经有一个人 他没有把话说完 但我知道 他指的是那个身陷围雨的十三局的阴人 我问他 人还活着吗 如果有可能 我还是想把人救出来的 老田低声回答着 这我就不知道了 说完老田就离开了 等他离开后 我把一枚筹码交到林小璐的手中 感受一下 林小璐接过筹码 眼神立即发生了改变 呆子 这筹码有问题 林小璐也发现了 我巧声说着 筹码里有阴气 应该是被下了某种阴术 至于阴术的效果是什么 还得用过才知道 我没有着急去赌钱 而是先绕着赌场里 十几个台子 仔细地观察了一圈 在这个过程中 我和林小璐检查了每一个核官 以及赌场里的工作人员 最后我们同时向对方摇了摇头 没有发现 我也没有 我看到林小璐的阴阳眼已经激活 连他都没有发现 的确很是奇怪 去玩凉吧吧 我带着林小璐来到一个台子前 我以前从来不赌啊 所以赌场里的各种玩法 我几乎都不知道 但眼前这个台子 我多少会点 因为这个台子玩的是 斗地主 在华夏 斗地主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普及率 最高的指牌玩法了 简单一学 最重要的是 斗地主每一局都要把一整副牌 全部发下去 完全没有藏牌的机会 在赌场里 除非发牌的核官帮着作弊 否则很难出钱 第604集 诡异的筹码 这个台子 是由六个梯形台子拼接起来的 里面站着六个核官 每个负责一个台子的发牌工作 我刚靠近台子 一个带着大金链子的光头 就跟我打招呼 兄弟 玩玩 二七一 我定睛一看 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 戴着方矿眼镜的男人 这男人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林小璐裙子下的 那双笔直白皙的腿 眼睛都不眨一下啊 我心中生出一股无名火 一脚踹在他旁边的台子上 把核官都给吓了一大跳 再看老子就把你眼睛挖出来 眼镜男赶紧把视线收了回去 刚刚跟我打招呼的光头男 哈哈大笑 兄弟 你这脾气有点暴啊 你可别在这打架啊 会被人给扔出去的 不如坐下玩两把 把他裤衩子都迎走 行啊 玩两把 我坐了下来 林小璐站在我的身后 给我按摩着肩膀 看得光头很是羡慕 哎哟 兄弟 你可真是厌赴不浅啊 至于那个戴眼镜的家伙 则是头都不敢抬了 何官问我们 三位要玩多大砥柱的 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都可以 光头看了我一眼 我手中的筹码 恭维着说 哎呀兄弟 一看呢 你就是有钱人呢 要不 咱们玩 玩大一点 可以啊 你想玩多大 光头用商量的语气说着 三千打底 怎么样 说完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下 农民输一把三千 地主输一把六千 如果有炸弹 那就分贝 抢地主的话也是分贝 这种玩法 如果点子不顺 很快就能输掉好几万 行啊 来玩 何官拆了一副新的扑克 完全摊开 让我们检查 然后 他以非常专业的手法进行写牌 三位 请摇头子 这摇头子的目的是确定第一张牌发给谁 我摇了个六 比光头和眼镜男点子都大 何官留好三张底牌 开始发牌了 发完之后 他将目光投向了我 这是在询问我 要不要地主 我看了一眼牌 牌面还行 果断要了地主 光头和眼镜男谁都不讲 何官将三张底牌亮开 第一局便开始了 这第一局我毫不意外地输掉了 这光头手里有四个八 在我快要赢牌时 结胡了 按照规矩 我要赔付给光头和眼镜男 各六千 怪不得都说赌博会让人家破人亡啊 这才三分钟不到 我就输掉了一万二了 不过 我的人设是爆发户 我装作不在乎的模样 扔出了一万二的筹码 可就在扔出筹码的时候 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在我扔出筹码的瞬间 我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煞气消失了一点点 我心中一惊 要知道 我体内的煞气 是我通过修炼获得的修为 竟然有人能悄无声息地夺走 这着实超出了我的认知啊 林小璐搭在我肩膀上的 手暗中用力压了我一下 显然他也是发现了 我盯着筹码 按照赌场的规矩 赔付的筹码客户不能直接动手拿 要由核冠进行分配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防止有人抢夺筹码 二是方便赌场抽水 核冠收走我的筹码后 非常迅速地分配给光头和眼睛男 我敏锐地发现 在这个过程中 筹码似乎发生了某种转变 为了搞清隐藏在筹码当中的猫腻 我又故意输掉了第二局 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筹码 这一次我终于发现筹码发生的变化了 在我把筹码交出去的时候 我体内的煞气被筹码夺走了 而筹码被核冠拿走时 煞气又从筹码中消散 向着赌场上空飘去 煞气溃散的时候 我尝试将它收回来 然而我震惊地发现 煞气冲已无我的印记了 变成了纯粹的煞气 怎么会这样 这再一次超乎了我的认知 我视线上移 然后在赌场的天花板上 发现了一个极为巨大奢侈的吊灯 这个吊灯完全由水晶打造 透过水晶照射出来的灯光 把赌场衬托得负力堂皇 盯着吊灯看了一会儿 我震惊地发现 这个吊灯竟然是一件鹦鹉 身为鹦商 鹦鹉我见得多了 但这么巨大的鹦鹉 我还是第一次见 兄弟 你看啥呢 光头提醒我该进行下一局了 我把视线移了回来 询问何官 你们赌场里的水晶吊灯真好看啊 从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一个装家里头 何官非常客气地说 我也不清楚 如果您实在想知道 我帮您联系主管问一问 我摆了摆手 算了 没必要 继续吧 我不想打草惊蛇 是以何官继续发牌 此刻我心中有一个疑问 我是修行者 体内存有煞气 可眼前的光头和眼镜男都是普通人 如果他们读输了 又会被筹码夺走什么呢 我拿起何官发给我的牌 这一次 我运气爆棚 有两个王还有四个A 两个炸弹在手 当真是想书都难 上一把眼镜男最先出完的牌 何官问他 您要地主吗 眼镜男摇了摇头 按照发牌的顺序 何官又询问了我 您要地主吗 我咧开嘴一笑 把站在我身后的林小璐 拽到身前 让他坐在我的腿上 要 当然要 美女入怀 我看到光头男和眼镜男 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光头感叹着 兄弟 我这把牌这么烂 那好牌是不是全去你那儿了 你猜啊 何官亮开三张底牌 我瞧了一眼 就忍不住笑了 底牌是三张二 我的牌好到完全不可能输 看到底牌光头脸色都白了 三到K 要不起 我也不要 三个二 不要 不要 A咋 我还剩两张牌 第605集 又是同伙 光头和眼镜男双双沉默 王炸 嘿嘿 我没牌了 我一口气甩光了所有的牌 光头和眼镜男则是一张牌都没出 这种情况叫做春天 和炸弹一样 赔率也要翻倍的 两炸一春天 光头和眼镜男一人要赔我九千 我刚刚输掉的钱立马就回来了 而且还有赢了一点的 林小璐假扮的性感女郎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老板真棒 亲我的时候 我看到林小璐的阴阳眼再次激活 她用眼睛的余光死死地盯着两人推出去的筹码 我没有感应到任何异常 但林小璐脸上的眉毛却是颤了一下 她把嘴唇贴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着 这两人的阳气被筹码吸走了 我心中咯噔一跳 竟然是阳气 这什么是阳气呢 阳气又命生命之息 人想要健健康康 必须要阳气充足 人一旦丧失阳气 轻则身体虚弱 重则吸引鬼怪容易遭到灵异事件 甚至一命呜呼 可谓得阳者生 失阳者死 我之前曾经说过 人的体内有三盏浑灯 其中让浑灯燃烧不息的就是阳气 虽然我现在失去了阴阳眼 无法直接看到两个人身上的浑灯 但我敢肯定 随着他们不断地输掉赌局 他们的浑灯会越来越微弱 光头输了钱很是不爽 催促着荷官继续发牌 于是第四局开始了 我这一把牌并不算好 放弃叫地主了 光头同样不要 让眼镜男抢了下来 我正常地玩着 可玩着玩着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明明我和光头是一伙的 可他却在截我的牌 给眼镜男送牌呢 连续两轮队子 这眼镜男不要 光头竟然用队A压住了我 给眼镜男发了一张单牌 出掉手中的一张单牌 眼镜男以王诈结束了这一局牌 我和光头男一人赔了六千 赔钱的时候 光头男还懊恼着拍了拍自己的头顶 嘿呦 怪我了 你打错牌了 再来一局 又是我叫地主 打牌时 林小璐悄悄地给了我一个眼策 我顺着林小璐的眼神一看 这光头男正在给眼镜男打手势呢 毫无疑问 这两个人就是一伙的 为的就是赢我的钱 因为两人合作 我又输掉了 我把牌野衰 生气地说 哼 玩得没意思 玩了 光头大概是 把我当成了 人傻钱夺的爆发户 他急忙说着 哎 兄弟 那都地主是挺没意思的 我看你是第一次来 要不我带你去其他桌逛逛 我没有拒绝 有人带着 我能更好地观察这家赌场 行啊 你带路 光头抛下了眼镜男 带我来到了另一张桌子 这张桌子玩的是21点 我以前没玩过21点 于是向光头请教 这光头跟我讲了一下规则 简单来说 就是大家比大小 在21点的范围内 谁打谁赢 此外还有黑捷克等特殊情况 我就不详细讲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 天海楼的21点 加了一条特殊规则 那就是赢家通吃 不像其他赌场那样 闲家只需和庄家比拼大小 这换句话说 闲家不仅能赢庄家的钱 还能赢闲家的钱 更加的刺激 正在赌桌上玩牌的人 听到光头给我介绍规则 看向我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我知道 他们这是把我当成带宰的肥羊了 毕竟一个第一次玩 看起来还挺有钱的人 哪个赌客不喜欢呢 这个台子的规则 是赌场的核官座庄 也就是赌场也参与其中 不像刚刚玩斗地主的台子 赌场只旁观抽水 加上我和光头 总共六个闲家 作为庄家的核官开始发牌 他给每个闲家发两张名牌 再给自己发一张名牌 和一张暗牌 我的两张牌分别是梅花九和黑桃四 加起来是十三点 光头加起来是九点 其余的四个人分别是十一点 十三点 十五点和十七点 我如果不想输 下一轮就必须要牌 嗯 发牌 何宽 发给我一张新的牌 是张红桃五 我的点数来到了十八点 其余五个人 有四人要牌 报了三家 光头运气不错 拿了张梅花九 也累积到了十八点 至于第一轮拿到十七点的闲家 则是直接弃牌了 毕竟爆牌的几率太高了 何宽亮出自己的底牌 两张牌相加十一点 再给自己发一张牌后 竟然也是十八点 厂上三家都是十八点 按照规则 相同点数 庄家获胜 所以我和光头 要么加牌 要么七牌认输 何宽问我们 二位要牌吗 我看到光头的表情 有些紧张 他用力揉了揉自己的光头 冲何宽喊 我要加码 说完他扔了三块红色的筹码 也就是三万块钱 按照规则 庄家必须跟 何宽同样扔出三块红色的筹码 现在轮到我了 如果我想继续玩下去 就必须加到相同的筹码 否则就算自动认输 光头怂恿我 哎 兄弟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那反正你也不缺钱 干吧 这要是赢了 都能给你的牛换个包了 林小璐一听这个 立马用娇媚语气向我撒娇 老板 人家有LV的包包 林小璐撒娇让我全身酥麻呀 不管赢不赢 这一包我肯定得给他买 好 我也跟了 筹码扔了出去 但我知道 我一定会输 虽然这是第一次玩21点的 但我非常清楚 21减去18等于3呢 那换句话说 我和光头想赢庄稼 必须得摸到A2 3中的任何一张 一副牌除去大小王 有13个数字 这个几率并不大 而光头赶加码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光头出千 可牌是核观法的 他碰都碰不到 怎么出千呢 第606集 换牌手 换牌手 我想到在上一桌 光头难跟眼镜难打暗语的事情 心中生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 莫非他跟核观是一伙的 故意提高筹码 让我输掉更多的钱 想到这儿 我立马转移目光 锁定核观的手 核观发牌了 一张红桃三 扔到了光头的面前 围观的赌客 皆是发出惊叹 啊 21点 在核观发牌的瞬间 我看到核观的手 有一个非常快的小动作 他动作非常快 一般人根本就发现不了 但我是练武的 眼力极好 发现了这短暂的一幕 核观扔给光头的牌 并非是从透明的发牌靴中 给推出来的 而是从他的袖子里弹出来的 果然呢 光头和核观是一伙的 核观手中没有停顿 继续给我和自己发牌 我们两人都抱了牌 光头获胜通吃 这光头黑黑一笑 看似谦虚的说 嘿嘿嘿 运气好 运气好 体内煞气被抽走的感觉 再一次出现 这一次我被抽走的煞气 远远多于上一次 看来被抽走煞气的数量 与输掉的筹码多少有关 我是修行者 煞气被抽走 修炼修炼就回来了 可普通人要是被抽走 这么多的阳气 后果恐怕会很严重 再看核观 他并没有被抽走煞气 说明我头顶上的水晶灯阴雾 对赌场里的人不起作用 我敢肯定核观的袖子里 藏的还有其他牌 但我并不打算拆穿他 原因很简单 他只是一个打工人 想要搞清这天海楼的真相 得把幕后之人逼出来才行 很快第二局开始了 核观给钱家发牌 我拿到了一个15点 光头比我高是16点 补牌后 我摸到了一张黑桃舞 达到了20点 其他人都报了牌 只有我获得了胜利 我能感应到 输掉的赌客都被吸走了阳气 就连光头也不例外 我心中疑惑 莫非光头不是赌场的人 否则为何他也无法幸免 玩了一会儿 我有输有赢 我发现 每当有闲家有望获胜的时候 光头总会拿到 与对方相同点数的牌 然后他趁机加注 与核观合作 赢的是盆满钵满 当然一直赢容易被人拆穿 光头偶尔也会输上 两局 装出懊恼不已的模样 他每次输的时候 都会被筹码吸走阳气 玩着玩着 竟是忽然一头栽倒栽地了 核观叫人把光头抬了下去 这个时候 我已经想明白了 这光头是赌场找来合作的 目的就是逼赌客加入 输得更多 光头以为有赌场暗中相助 能赢大钱 殊不知 自己也是待宰的羔羊 贪婪 让他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和我一起玩的其他赌客 也是露出疲惫的表情 有人哈欠连天的 有人则是黑了眼圈 可即便如此 想要回本的想法 让他们坚持在堵桌上 不肯离开 我决定开始行动 好好看一看天海楼的真面目 我隔着衣服 摸了摸挂在胸前的吊坠 这吊坠的造型 是一只小手 从外表看 似是黑金打造 实际上 这只小手是一件鹰鹉 名叫换牌手 顾名思义 他可以悄无声息地出签 帮我换牌 我将煞气注入鹰鹉 换牌手立即发动了效果 何冠 发牌吧 何冠继续发牌 惊呼声立马响起 我面前两张鸣牌 一张红桃衣 一张是黑桃钩 按照规则 A能当一 也能当十 也就是说 我仅仅两张牌 就凑齐了二十一点 两张牌凑齐二十一点 这种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周围才会有惊呼声 一名赌客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庆幸地说 哎呀 幸好这位兄弟上来就二十一点了 要是中间加个重 我们 不得舒惨了呀 其他客人听后 同样是露出庆幸的表情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之所以上来就动用鹰鹉换牌 就是为了让他们少输一点 毕竟他们每输一次 都会被筹码吸收走一部分阳气 我可不想做急煞堂杀人的帮凶啊 排局继续 这一次 这一次我在第二次发牌时 再一次凑到了二十一点 周围的赌客们都傻了眼 一个大妈打着哈欠说 这小子运气太好了 我不玩了 回家睡觉去 他这一走 其他两名赌客也骂骂咧咧地退出了 他们之前让光头赢了不少钱 心情很是不好 这张赌桌上本就五个赌客 光头晕倒被人抬走 其他三人退出 就只剩下我和何关了 一桩一闲 何关继续问着 有谁要上场吗 有两名赌客跃跃欲试 他们刚想坐下 我却开了口 一签一签的玩太没意思了 我要加码了 说着我就扔出了三枚红色的冲码 那换句话说 想要在这个桌子上玩 要三万元打底 两名赌客急忙重新站了起来 这位朋友玩得太大 我不参与了 安德本来就是个三线城市 富人没有那么多 三万打底能劝退大半的赌客 何关面露为难的表情 我讥讽着 怎么这么大的赌场 玩不起了 听我这么说 何关也不好再说什么 默默的给我发了两张牌 一张红桃八 一张梅花十 相加十八点 最后 他给自己也发了两张牌 也是名牌 毕竟一桩一闲 没了安排的必要 规则直接简化到了 比大小就行了 何关的两张牌 相加是十九点 先生 要牌吗 庄家比我大 我不要牌 等于是直接认输 围观的赌客 有人开始为我惋惜 现在我只有抓到A 二三 才有机会赢对面 但这个几率 远远低于爆牌的几率 当然要牌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加点住 周围又是一阵惊呼 这明摆着要输的局面 怎么能加住呢 这不是给赌场送钱吗 第六百零七集 连胜 我懒得理会这些人 直接扔出了一个金色的筹码 金色的筹码代表十万元 加上我之前扔出去的 三个红色筹码 赌局已经升到了十三万 哎 发牌吧 何关显然也是第一次 见这么自信的人 他从发牌靴里 推出了一张牌 当场掀开 红桃三 二十一点 惊呼声四起 我已经连续第三次 凑到二十一点了 我看到何关满脸诧异的表情 他看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古怪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出签了 可他一定想不明白 牌从自己手中发出来 由他自己掀开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碰牌 怎么能完成换牌呢 他注定想破脑筋也想不明白 因为我出签的方法 因为我出签的方法已经超脱了技术层面 轮到何关给自己抽牌了 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做了一个手腕下压的动作 我立马心领神会 何关也要出签了 他之前就是用相同的动作给光头完成了换牌 如果我想抓他出签 这个时候把他的手按在桌子上 一定能从他的袖子里翻出暗藏的纸牌 但我没有这么做 还是那句话 眼前的何关只是一个打工的小人物 我要做的是逼出天海楼的幕后老板 何关从发牌靴里抽出了一张牌 但他只是做了一个抽牌的动作 真正的牌是从他的袖子里弹出来的 何关的手法很厉害 周围这么多赌客 竟是没有一个人发现 完成换牌后 何关非常自信地将牌翻开 然后他脸上的表情呆住了 因为他翻出来的是一张红桃漆 19加7等于26了 爆牌了 何关人傻了 他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手腕 我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什么 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换做牌了 答案是否定的 他抽到的牌是一张梅花 是我用换牌手 悄无声息地给他换了一张 阴雾换牌除非有非常厉害的阴人在场 才有察觉的可能 眼前的何关显然不在此列 看到何关保持着目瞪口呆的模样 我故作不耐烦的样子 使劲敲了敲桌子 哎 赔钱呐 何关惊醒过来 赶紧把自己的筹码推到我面前 一把赢了13万 我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 但更多的人看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怀疑 连续三把二十一点 这种概率 简直赶上重彩票了 围观我的人越来越多 有文讯赶来的赌客 也有假冒赌客的赌场人员 他们俗称暗灯 是来抓我出签的 然而 他们注定什么都发现不了 继续 还是压十万 这一局我玩得更过分 直接用烟雾 把发牌靴前四张牌全换了 何关发完牌后 我们双方都是二十点 按照规则 相同点数 庄家营 所以我必须要排 有赌客怂恿我 兄弟 饿死胆小的 称死胆大的 你今天运气这么好 一定能要的S 要是换一个人 估计能把这拱火的憨货 给活活揍死 从玩牌到现在 洗牌靴里的牌 还没有重洗过呢 这口算一下也知道啊 目前里面只剩下一张A了 摸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但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不仅要了牌 还加了注 我把手中所有的筹码 全部推了出去 嗨 缩哈 缩哈的意思是把钱全压了 算上我之前赢的 总共有一百四十多万 如果我能拿到最后一张A 那赌场就必须赔我相同的钱 这荷官的额头上一出细密的汗珠来 他大概从未见过像我这么疯狂的赌客 赌场的暗灯悄悄地靠近了我 想要抓住我出签的证据 林小璐给了我一个眼神 如果一会儿真打起来 那他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人放倒 别愣着呀 发牌啊 何官发牌的手抖了一下 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 他这次换牌的幅度有点大 他并不知道发牌靴最上面的这张牌是什么 所以他要把自己藏在袖子里的牌发给我 而这张牌的点数他是知道的 何官把牌推给了我 我示意他自己掀开 何官翻开了牌 然后身形亮强了一下 险些跌倒 他翻开的牌 分明是一张黑桃而已 惊呼声一声接着一声的周围的赌客们 一个个都用不敢置信的目光 盯着赌桌上的黑桃而已 连续四把摸到二十一点 说其中没猫腻谁信的 有人呢喃着 该不会出签了吧 一时激起千层浪 许多人看向我的目光都充满了怀疑与戒备 虽然这个时代被抓住 出签不会看守 但仍旧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人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或许是怕我的血溅到他身上 我把怀里的林小璐轻轻推开 起身一把抓住说我出签的人 把他的头按在桌子上 这人惊恐地大喊 你 你干嘛 我把跋扈的爆发户人设 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问他 嘿我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签了 啊 有证据吗 没证据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抠下来 大哥 别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松开了他 扔到一边 然后回头与何官对视 我问何官 从我坐下来 从我坐下来开始 是不是一直你在发牌啊 是 是不是你先的牌 是 那我有没有碰到过牌呢 没有 我环视四周 然后用力一拍桌子 老子牌都没碰过 怎么出签呢 他妈的 一个个看老子赢钱眼红了 是不是 周围的人都向后退了退 没有一人敢出我眉头 林小璐在一旁鼓掌 老板真的还认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 敲了敲桌子 说了一句让何官嘴角抽搐的话 第608集 我来和你赌 轮到你要牌了 虽然同点数庄稼获胜 但四张A已经全部出来了 从理论上讲 何官不管抽到什么牌 都会输 何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先生 你已经赢了 说着他就要收牌 我阻止了他 哎 你急什么呀 虽然我已经赢了 但咱得按规矩玩才行啊 你出完牌 这一局才算结束 何官犹豫了一下 然后抽牌晾牌 他是庄稼 必须按规则办事 否则会被赌客怀疑 坏了声誉 赌场 若是没有了声誉 第二天就得关门 何官亮牌的瞬间 惊呼声再起 声音甚至比我连续四次 抓到21点 还要大 因为何官亮出来的牌 也是一张黑桃 发牌靴子里边用的是一副整牌 那A有四张 怎么可能会出现第五张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何官的身上 经过刚刚刻意的提醒 大家都已经想明白了 不管是发牌还是亮牌 都是由何官进行操作的 多出一张牌来 那肯定是何官的问题 何官代表着天海楼 何官有问题 就是天海楼有问题啊 有人破口大骂 快不得老子最近几天老实输签 原来是何官出签 是你吗 退签 这位大哥嗓门是真的大 一声吼 整个赌场都听到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在了解到发生什么事后 一个个的无比激动 天海楼为了吸走赌客身上的洋气 暗中安插了不少的 像光头那样的拖 绝大多数赌客都输了钱 此时赌客们群情激愤 都在声讨天海楼 跟我玩牌的何官被吓坏了 脸色惨白的坐在地上 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 一个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 大家不要激动 你们输掉的钱 天海楼现在就退你们双倍 请到网口领取 听到双倍赔偿 刚刚还要吵闹着砸赌场的赌客们 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大家寻声看去 只见梳着一个大油头的中年男人 走了过来 有人小声嘀咕 是天海楼的老板 中年人腿脚不变 拄着拐杖 走路一晃一晃的 可偏偏给人一种极具压迫的气势 刚刚还在吵闹着要砸赌场的赌客 此刻竟是一个人都不敢开口 中年人再次说道 都没听到我的话吗 去满口领钱 就二十分钟 过期不后 赌客们顿时间坐鸟受散 没了踪影 只留下赌场的工作人员 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 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赐我介绍一下 我是天海楼的老板 我姓 我打断他 我知道 你姓梨 在这个中年男人出现的瞬间 我就已经确定 他是梨先生 中年男人夸赞了我一句 张贤 你可真是好眼光 他这话算是承认了自己是梨先生 梨先生走到赌桌对面 对着自己的员工挥了挥手 大家都下班吧 赌场的员工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还是听从了老板的命令 一个个离开了 三分钟后 偌大的赌场 只剩下我 林小璐 以及梨先生三人 梨先生感叹着 哎 张成皇可真是好本事啊 挥手间 就把我苦心经营的赌场给毁掉了 虽然我今天双倍赔偿给赌客 但天海楼出千的事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安德 想来过个几天 这里一个客人都见不到了 林小璐见我们已经被识破 直接撕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他盯着梨先生的眼睛 冷声地说 你们急煞糖吸这么多活人的洋气 准备做什么 梨先生呵呵一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林小璐二话没说 一掌拍在堵桌上 四股的寒气瞬间弥漫到梨先生面前 化作一只冰刃 抵在他的喉咙上 梨先生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嘲笑林小璐 哼 动手啊 怎么停下来了 林小璐眉头皱起 眼中寒怒 他必须得听愁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 梨先生的能力 眼前这具身体 根本就不是他的 梨先生挥手打碎了冰刃 他对我说 既然来了赌场 那我们也来赌一巴吧 我眉毛一挑 赌什么 赌真话 谁赢了 可以问输的人一个问题 输的人必须回答 不能撒谎 我反问着 你怎么知道 我撒没撒谎 梨先生笑了笑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水晶球 扔到赌桌上 我立即感应到了 鹦鹉的气息 这是鹦鹉 我想你身为鹦商 应该很熟悉 我问梨先生 这鹦鹉什么效果 变黄 说着 梨先生给我做了一个示范 他将自己的煞气 注入水晶球 然后开口说着 我是猪 水晶球亮起了红色 他又开口说着 我是鬼 这一次 水晶球从红色变成了绿色 看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 水晶球亮红色 说明是假话 变绿色 说明是真话 你想赌什么 我知道你身上 有能偷牌的鹦鹉 所以 我们来赌一个最简单的 什么 猜拳 梨先生的读法 出乎我的预料 猜拳 不就是剪刀石头布吗 这个玩法 全世界不敢说 但放眼滑下 不会玩的人 估计是凤毛灵脚 猜拳总共有三种手势 五指合拢为拳 五指张开为布 指申食指中指为剪刀 其中剪刀赢布 不赢拳头 拳头赢剪刀 我盯着黎先生 不知道 他在打什么主意 黎先生微笑着说 你放心 我不会出签的 况且你们有两个人盯着我 我也没机会出签 黎先生说的没错 玩猜拳只有一种出签方法 那就是故意比对方慢出一步 但我和林小璐都是顶尖高手 眼尖的狠 黎先生如果真出的慢 我们一眼就能发现 第609集 答案 好 就把猜拳 我答应了下来 我想看看 黎先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黎先生把拐杖放在了堵桌上 然后伸出自己的右手 我同样伸出了右手 黎先生看向我身旁的林小璐 你来做裁判吧 林小璐当然不会拒绝 他死死地盯着黎先生的手 然后喊道 剪刀石头布 话音刚落 我和黎先生同时改变了手势 我出的布 他出的拳头 我赢了 我很是意外 我本以为黎先生会搞什么小动作呢 可现在看来 他是真的在凭运气跟我赌啊 黎先生输掉后倒是非常干脆 他释放煞气 将自己和水晶连接 问吧 我开口问着 昨天被你们抓住的阴人 还活着吗 黎先生非常干脆地回答着 活着 他说完后 水晶变成了绿色 这说明他没有撒谎 我立马跟了一句 人在哪 黎先生却是断开了自己与水晶的联系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想要知道答案 你得再赢我一句 我没说什么 再次做好准备 林小璐喊道 剪刀 石头 不 我和黎先生在此同时变换手势 我出的剪刀 而他出的拳头 我输了 轮到我问了 黎先生指了指水晶 我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把自己的煞气注入到水晶中 这一刹那 我与水晶建立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联系 这种能够辨别谎言的音物 我还是头一次见 就连阴商笔记中都没有记载 黎先生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林素素 是不是千年僵尸转世 我愣了一下 在答应和黎先生赌博前 我已经预想了好几条他可能会问的问题 唯独没想到他会问大姐的事情 不过想想也对 大姐镇压龙脉西风印 是黎先生和吉沙堂的心腹打患 自然想要多多了解 不是 我故意说了假话 然后水晶就变成了红色 黎先生似笑非笑地说 张成皇 既然要完 得讲诚信才行啊 我这样做 就是想试试这鹦鹉到底效果如何 现在我已经证实 他的确可以辨别话语的真假 我开了口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下一轮吧 黎先生点了点头 率先摆好了架势 剪刀石头布 接下来十分钟 我和黎先生又玩了十轮 其中我赢了六轮 他赢了四轮 我问的六个问题和得到的六个答案分别是 那个阴人在哪儿 被我扔到这栋大楼的停车场了 回头你自己去找吧 我给他留了点教训 但人还是活着的 风都西界跑出了几个罗刹 两个你都见过了 你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当然是打破龙脉西风印 让风都西界重现人亲 怎么做 用不死酒 炼制更强的肉身 吸收大量洋气 增强力量 让陈先生突破到修罗境界 战胜林诉讼 什么时候行动 当然是等龙脉西风印最薄弱的日子 我们的人一直在监视风印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的 你们是不是能用尸体召唤神明 神明不行 但可以召唤鬼怪 黎先生问我的四个问题 和得到的答案分别是 林诉讼 是什么境界 汉拔 他没有成仙 据我所知 没有 地府是不是给成皇 下达了追哨和陈先生的命令 没错 你知不知道 我和陈先生的真实身份 不知道 至此 我和黎先生总共猜拳十二轮 现在 进行到第十三轮了 剪刀石头布 我出拳 黎先生出剪刀 我赢了 我毫不犹豫地发问 你们用的鹦鹉 是哪来的 我本以为黎先生会像之前那样告诉我答案 可没曾想 他嘴角一扬 伸手拿起了放在堵桌上的拐杖 他将拐杖抬起 重重一砸 水经碎了 我眉头 我眉头皱起质问着 你什么意思 黎先生起身回答着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玩了 说着他手臂一挥 手中的拐杖飞了出去 拐杖化作一道飞毛 速度非常快 快到我都来不及将他给拦下来 又是一声脆响 赌场 天花板上的水晶灯也碎了 两件鹦雾 全部被黎先生毁坏 小陆 拿下他 我和林小璐同时出手 林小璐从堵桌的侧面 绕向黎先生的身后 而我则是直接跳上堵桌 以最快的速度 扑向黎先生 一秒钟后 黎先生被我摁在了地上 锋利的刀锋 抵在他的喉咙上 你 你们干嘛 我身下的男人 发出惊恐的声音 瑟瑟发抖 我发现 这个男人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而他的体内 也没了浓郁的煞气 他已经重新变回 独场老板了 黎先生的魂魄已经离开了 就在短短一秒钟的时间里 我问林小璐 有看到什么吗 林小璐阴阳眼是激活的 黎先生的魂魄离开 应该难逃他的眼睛才对 然而林小璐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心情有些发沉 我和黎先生已经打交道过好几次了 却始终没能将他的能力 完全摸索清楚 这个家伙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我用刀柄 把赌场老板打晕 然后拨打了卢新一的电话 挂掉电话后 卢新一很快就带人赶到了 整个天海楼都被查封了 但没有发现一个急沙堂的人 他们撤离得干干净净 十三局的人在地下车库 找到了被塞在一辆破旧轿车后备箱的同事 知道他的遭遇后 我对黎先生的恨意 再上一层楼 第六百一十集 丢尸的尸体 黎先生所说的教训 是用阴狠的手段 抹去了这位阴人的所有记忆 等人醒来后 犹如刚出生的婴儿 记忆干净的犹如一张白纸 黎先生这么做 是在告诉十三局 继续与急沙堂作对 与他作对 这就是下场 我和卢新一碰了面 将刚刚从黎先生那里 得到的情报讲给他听 这个时候 我需要卢新一聪明的大脑进行分析 卢新一让我把所有的细节都说了一遍 然后陷入了沉思 三分钟后 他开了口 有几个疑点 首先啊 他说自己的人一直在监视龙脉西方印 可据我所知 西方印附近防守严密 严密到一只老鼠都溜不进去啊 他的人是怎么不被发现的 我和林小璐对视一眼 异吼同声地说 有判斗 卢新一点了点头 看来他也是这么想的 谁能想到 镇守龙脉西方印的人当中 竟然有极杀堂的人 林小璐立即说 这个消息得快些告诉大姐 卢新一说 我一会就上班 他继续说着 第二个疑问啊 就是极杀堂所用鹦鹉的来源 林先生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 可偏偏不愿说出鹦鹉的来历 这实在是可疑 卢新一问我 极杀堂有没有可能 和当初的黑鸭一样 绑了一个殷伤的魂魄啊 我摇了摇头否定着 不可能 根据殷伤笔记记载 除了金百目当初失踪下落不明外 其余殷伤基本都是善重 黎先生从丰都西界跑出来 还不到两年 他没时间动手的 卢新一纳闷地说 这就奇怪了 华夏除了鹰商 还有哪门哪派 能拿出这么多的鹰鹉啊 这个问题难道了我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林小璐忽然说了一句 戴总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我们见到的两件鹰鹉 造型看起来有些特别 我回忆了一下 反问着 都是水晶座的吗 不 是他们的造型 林小璐打开了手机 搜索了一些水晶灯的图片 水晶灯在华夏 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 因此设计都是比较现代化的 林小璐这么一说 我终于是反应过来了 被黎先生打碎的水晶灯 造型非常古朴 而且从材质的橙色来看 绝非仿制 而是真正的古董 再想想测谎用的那块水晶 造型也挺古朴的 换句话说 这两件鹰鹉都是古董 林小璐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你们说 在外国有没有可能也有阴伤 卢新一说 不止华夏有阴人 其他国家也有 小璐的猜测说不定是真的 我眉头紧皱 难不成这鸡煞堂 还和外国阴人联手了 我问卢新一 能查吗 卢新一非常肯定地回答 能 不过需要时间 那就去查吧 顺便查一查 他和陈先生的真实身份 他今日 特意问了我这个问题 他们的身份 肯定很重要 离开天海楼时 我取了几块水晶碎片 拿回茶馆研究 但很可惜 我研究了整整一夜 并没有发现什么 第二天清晨 林小璐给我从家 烧来了饭 自从我们同居后 他的厨艺精进了不少 以前我们都是在外面 吃早餐的 现在则是轮番做饭 呆子 尝尝我熬的红豆汤 好不好喝 我喝了一口 又甜又糯 原本因为熬夜 疲惫的身体 又因着美味 舒缓了许多 好喝 吃完早饭 我准备让林小璐看店 自己回家睡一会儿 谁知还没走出茶馆 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掏出手机一看 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 红阿公 我按下接听键 阿公 超有什么事吗 话筒里传来红阿公 慌张的声音 诶 诶 诶 张贤啊 你快来帮帮阿公 阿公这儿出了大麻烦 我让阿公别着急 然后关了茶馆 和林小璐一同赶往他工作的地方 殡仪馆 来到殡仪馆 我看到有一辆警车停在大门口 找到阿公时 他正在录口供呢 除了阿公 我还看到一个熟人 张峰 等阿公录完口供 我把他和张峰喊到了一边 发生什么事了 阿公叹了口气 咒骂着 也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 竟然连尸体都偷 我听后证了一下 有人偷尸体 阿公 你详细说说 阿公给我和林小璐讲着 昨儿晚上 我正在值班 以前我晚上从来不睡觉的 可 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昨天夜里 我就很困 非常的困 这迷迷糊糊的就给睡着了 等我醒来之后 我发现隔壁房间的门锁 让人给撬开了 那个房间 是专门存放尸体的停尸间 我当时还想 会不会是由蠢贼 来殡仪馆偷东西 结果开错了门 可等我进屋检查时 啥了呀 这房间里听放的两具尸体 它不见了 我奇怪地问 殡仪馆应该有监控吧 没查到是谁偷的 一旁的张峰开了口 查过了 从昨天晚上九点起 殡仪馆内所有的监控全部离奇损坏 林小璐问着 偷尸体有什么用呢 洪阿公和张峰都回答不上来 而我则是想到了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吉沙堂的人干的 昨日的赌局上 李先生明确回答了我 吉沙堂能用尸体召唤鬼怪 今日殡仪馆丢失尸体 极有可能是被吉沙堂夺去 充当祭品 听了我的分析张峰说 如果是吉沙堂所为 那这案子就要交给十三局去处理了 我联系了卢新一 十三局很快就接了手 可就在十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 安德又出事情了 几日内 安德人民医院接诊的病人 忽然暴增 来看病的人大多都是同样的症状 全身酸软无力 试睡 没有精神